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來拍VLOG了 HELLO 大家很久沒見過她了 我們經常都沒什麼特別的事做 所以沒拍過VLOG 今天就有一點特別想記錄一下 就是帶Chopper去迪士尼 現在我們還沒吃東西 很餓很餓,所以就要先出發 我們先去迪士尼好不好 我們今天去迪士尼玩好不好 叫爹地走好不好 爹地呢?爹地在哪裡? 對了,叫他走 對了,對了,走了 時間到了 出門前要先戴室帶和空帶 那就準備好了 我們要去街街人 媽咪,你先去吃東西 媽咪,你先去吃東西是不是? 這麼開心嗎? 這次我們又來到南豐沙廠 因為這裡有冷氣 速度可以落地 而且也算是近迪士尼 所以就在這裡吃飯了 上到三樓,這次試這間餐廳 除了午餐套外 還有一些茶餐套 好像很吸引 會很吸引 這樣 午餐套外套包包了湯和飲料 我點的這道意粉雖然裡面沒有肉 可是味道很濃郁 完全不會燙 很好吃 而且這個漢堡包也不錯 雖然它沒有上次那間餐廳 擺盤這麼漂亮 打卡這麼漂亮 但味道一樣很好吃 很推薦大家來試一試 這間餐廳沒有狗仔菜單 所以我自己都自備了零食給牠吃 不會有我們吃 沒牠的粉 見Chopper陪我們吃東西吃了這麼久 就帶牠上南風沙廠上面的平台 舒展一下根骨 喝完淡水就真的可以出發迪士來了 我們到了 你看 超高興的 Hello 我們到了迪士尼了 看到後面的牌匙嗎 其實迪士尼這個地方 是可以帶狗仔來的 因為剛才我都經過了工作人員 他們都沒有阻止我們 而且我們以前都來過的 但是當然 迪士尼樂園裡面就不可以了 以及迪欣湖都不行的 但是我們今天就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究竟迪士尼的外圍 值不值得帶狗仔來玩 Let's go 來吧 你又趕了 是不是很熱呀 是呀 今天很熱是不是 來過這裡的朋友應該對噴泉不陌生 他的右手邊就是樂園的入口 但是我們今天就不是去那裡了 我們是去汛泉的後面 你們去迪士尼的時候 是不會特意走那條路 那我就帶大家去看看 這裡有個地圖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剛才停車就是在大約這裡 停車場的位置 之後就走了過來這裡 中間就是水池的位置 這裡就是迪士尼樂園 但是我們就沒有走到那裡 直接走這條路 看到其實也挺長的 出去有碼頭 然後就可以沿著這個海邊 一路走到酒店的位置 當然也進不了酒店了 這裡的環境超優美 有些迷宮的感覺 我想其實大部分養狗的人 都沒想過會來到迪士尼這裡放狗 因為這裡一來比較遠 二來車費真的挺貴的 還有隧道費 卡拉卡拉 但是這裡真的很寧靜 然後之後很舒服 然後很漂亮 完全是去到旅行 度假那樣 所以你是哪裡了 Chopper呢 Chopper 你這麼開心嗎 是不是 你是不是今天去了旅行 記得多喝點水 知道嗎 我呢 我忍不住脫了口罩了 這裡四野無人 應該可以的 不行 好熱啊 好漂亮啊 這裡有些草 變得 這是貓貓來的 麒麟 老虎 那我知道了 你又知道什麼 青龍白虎豬雀宴寶 真的嗎 這裏就是很少人會來到的迪士尼碼頭 好了 外面就是海了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裏 而碼頭的右邊就是一條海賓長廊 貫穿了迪士尼三間酒店 看見Chopper一枝箭飛奔進去 我以為他只不過是想要一個啞遮頭遮遮陰 原來不是啊 裡面有一隻小狗也來了迪士尼來玩 Chopper是很喜歡這些斯文的小狗 如果小狗是比較激烈的 牠會走 還有會害怕 但是多一些小狗比較斯文 不會太過沖去牠那裏 就會跟牠一起玩一下 問一下大家 你看這裏 好寫意啊 有些叔叔在那裏釣魚 然後又有人在那裏放狗 很棒啊 剛才一路下雨 下了好大雨之後 後面有彩蜂 現在還有兩條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啊 看到嗎 這裡有一條彩虹 然後後面還有另外一條彩虹 超級漂亮啊 下雨之後 地下也沒那麼熱 就跟Chopper走一下這條路 其實這裏一路向前走都很長 我覺得放狗真的很棒 而且這些駁位 用來拍照真的一流 這裏如果一下雨的時候會很漂亮 剛才那條彩虹應該散了 還在啊 看到嗎 很淡很淡 這裏其實都會有一些閘 進去酒店那裏 所以應該那些住客可以出來 但我們有狗就不進去了 一定不能進去試 去試了 那我們就在外面走一下吧 你又想吃東西嗎 走多一會再吃好不好 這條路比起剛才是無遮無掩 所以不要下午那些很曬 很熱地來 狗仔都很容易中暑 我想人都會 所以我們現在的時間 都差不多是五點多鐘 太陽就沒有那麼直射 其實就會舒服很多 還有剛剛下過的雨 後面那裏給大家看一下 酒店這裏有個超大的草地 最壞不能進去 如果進去的話 Chopper應該會跑到瘋了 他超級喜歡草地的 大家過不過我的狗仔VLOG 我永遠都穿T恤和牛仔褲 我不會怎麼打扮的 因為呢 你看 像個大媽一樣 一個袋是Chopper的 自己一個袋 然後其實我男朋友 已經是背了一個超大的背包 去裝水 我化妝已經是我的極限 送給大家 椰林樹影 藍天八雲 還有我們那隻小餃 我們這條片的禮物給你 Chopper 我們送你出去好不好 雖然這次我們又進不了樂園 又進不了酒店 但是逛逛 看看風景 拍照照片 就消磨了一個下午了 我覺得這裏都是一個 比較隱世的 免費景點 因為大家平時去迪士尼 都未必知道有這個地方 我們這條路 一路走一路走 走到盡頭 就是掘頭路 沒有任何的出口 我們都是反過來走 今天這個迪士尼的 放狗速拍Vlog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個Vlog 還有 希望可以告訴大家 有更多 又漂亮 又沒什麼人 又舒服的放狗地點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 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新片 逢是六月中三點 和日月中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